方文山和周杰伦合作了很多歌曲 2000年合作了五首歌曲 最著名的是娘子 2001年合作了六首歌曲 最流行的是双截棍 爱在西元前等 2002年合作六首 著名的歌曲是龙泉等 方文山为周杰伦创作太多经典歌曲 比如获奖的七里香 崩峰破 菊花台 烟花一冷 青花子等 风格都是舒畅间国风 深受很多人的喜欢 两人合作20年 成为好友 方文山好像做了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 估计在周杰伦43岁的生日送给对方 还表示希望礼物他喜欢 两人合作多年 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 应该是之根之底 所以方文山送出的礼物 周杰伦一定非常喜欢 去年周杰伦42岁生日 方文山也送出祝福 还晒出早期为他做的生活记忆框 还说再找时间跟搜集资料 再做一个近几年相关的记忆拼贴框 看起来像周杰伦专辑的封面照 这也是有心了 2019年方文山晒出周杰伦的帅照 以周杰伦的口吻祝福他生日快乐 也是很逗 看来都是好兄弟 2018年方文山晒出生日活动照片 为周杰伦庆生 生日没有去夜店 也没有去唱歌 更没有大吃大喝 而是搞了一个运动会 大家都换上运动服展开竞技比赛 结果周杰伦率领的红队赢了 还拿了冠军 方文山是比较著名的作词人 他给很多著名歌手写过词 比如近期给周深写了花西子 还给王力宏 林俊杰 孙燕兹 梁朝伟 周笔唱 张亮颖 胡彦斌 潘伟伯 林心如 张杰 孙楠等写过歌 王力宏和谭伟伟演唱的《缘分一道桥》也是 出自他的手 方文山比较有才华 创作了太多经典歌曲 不过他和周杰伦的合作最为成功 传唱的金曲也很多 1月17日是周杰伦和昆林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发文庆祝 同时晒出老婆昆林的照片 后来又晒出自己和老婆笔心图片 也是很幸福甜蜜浪漫 周杰伦称谢谢老婆让家庭充满幸福 但他也让家庭充满乐趣和笑声 因为自己更有趣 这好像有点反尔赛 两人结婚7年 依然很相爱 王力宏和李亮磊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喊话让周杰伦坚持住 其实昆林和周杰伦的幸福生活显得更加的牢固 昆林到国外拍戏 周杰伦随时飞到其身边 夫妇相处很默契也很恩爱 没有任何的不利传闻 因为周杰伦很爱昆林 周杰伦太红了 是很多偶像的偶像 王俊凯发文为周杰伦庆生 他们关系非常不错 周杰伦在微博没有账号 所以大家看不到互动 但周杰伦应该知道 大家对他满满的爱 很多粉丝都期待周杰伦推出新歌 不过今年的生日好像有点失望 因为周杰伦没有推出新歌 现在好像是创作的瓶颈期 周杰伦的经典歌曲很多 但他无法保证每一首歌曲都很受欢迎吧 所以不可能经常推出新歌 还得保证质量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和方文山合作推出新歌 很期待